环境级水源部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展开合作 希望能够向国人宣导更多正确的资源回收知识 这并不是一般的咖啡机 而是一台可以移动的回收机 能将包括瓶盖在内的塑料垃圾进行加工 制成可使用的产品 例如杯垫 环境级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炫博士认为 正确回收除了减少垃圾 也能够赋予资源新生命 根据环境级水源部的调查 本地每五个家庭当中 三个有回收资源的习惯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懂得正确回收 当局希望通过与国家地理的合作 向国人展示正确的回收方法 以便更善用地球的珍贵资源